老公背叛了我 但我为了孩子选择了原谅 结果发现她又和那个女人复联了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面对这种选择 妻子到底该怎么选择 其实在面对男人第一次出轨 90%的女人都会选择原谅 不是说他们真的想原谅 而是很多现实摆在眼前 再加上老公认错 道歉感觉很诚恳 于是就选择了稀释宁人 毕竟双方深爱过彼此 而且大部分女人认为 老公回归后一定会对自己感恩戴德 加倍的珍惜 所以当男人第二次再犯的时候 那种伤害对妻子无疑是致命的 对于这种情况 我给到三个建议 一 把自己利益最大化来选择 二 想清楚这段婚姻能带给你什么 这个男人如果你还想要 那就要改变现状 三 还想拯救这段婚姻吗 做好心理建设了吗 要么改造 要么丢掉